大家好,我是時光包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週錶時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Follow我們 你的Like和Follow是我們製作這些影片最大的動力 夏天就快到了 水上活動就會開始頻繁一點 所以我們就想在這裡介紹性格比比較高 以及我自己覺得都挺漂亮的潛水錶 讓大家去參考一下 第一款我們選擇的碗錶是Brightling Super Ocean 我自己選擇了這款是36mm 同時也有42mm、44mm和46mm 今時今日大部份品牌在做不同的尺寸錶殼時 其實他們不是打算分為男士碗錶、女士碗錶 因為今時今日很多女士都會喜歡帶大口徑的碗錶 也有部份的男士因為手碗不太大 就喜歡帶一些相對來說比較低的碗錶 今次我選了這個36mm的款式 最主要原因是我覺得它的比例是做得最漂亮 而且戴上手是最舒服的 天藍色的錶面是很聰明的 配合那些立體的時錶 另外Brightling也是用了有翼的B字的Logo 這個是傳統Brightling的Logo 在George Khan入主了Brightling之後 就有一段時間放棄了用這個有翼的Brightling的標誌 很多Brightling的擁抱都發表意見覺得他們不應該取消這個標誌 所以現在又出現了 錶迷應該都開心 這款錶時分和秒針都是有夜光塗層 所以響客暗的環境看時間會很清楚 單向旋轉的錶圈的insert 也是配合錶面的也是藍色的 這款錶除了淺藍色的錶面還有橙色的錶面 配合一條橡膠錶帶 這條橡膠錶帶是比較厚和軟身的 所以戴得更舒服 在那條橡膠錶帶上面有很大的Brightling品牌的字 喜不喜歡見人見字 另外就是Brightling大部分的機芯 都會做天文台認證COSC Certificate 這款也不例外 本身這個碗錶是非常Solid的潛水錶 雖然它看上去都很時尚 但其實它是一隻To Watch 定價港幣28000元左右 據Brightling的定位 這個價錢相對來說都可以接受 雖然不能夠便宜 第二款是Sertina DS PH200M 200M很明顯是200m Sertina是我們小Cover這個品牌的 它是Swatch Group的其中一個中低價位的品牌 這款錶我自己是非常之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做得很美 它本身是復刻1968年Sertina的一款同系列叫DS PH200M的潛水錶 這款錶如果在旁邊看 你會尤其是發覺它的橫切面是做得非常有立體感性的飛碟 而這個Bezil也很吸引人 因為它是拱形的Ceramic Bezel 在上面還配了一些金色的Minion Marker 配合藍色的錶面 本身是非常之Sharp的感覺 那個錶盤上面就有一個金色的十字線 令到整隻碗錶給人感覺是很工整很規範的感覺 那個指針也是特別粗的 那個時針和分針讓人看時間比較方便 這個碗錶的DS兩個字的名字代表Double Security 在60年代的時候 防磁和防震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當時的科技和物料都沒有今天那麼先進 當然今天來說大部分的碗錶都可以做到 Sertina是Swatch Group的成員 所以它就可以用ETA供應的Palmetic 80 自動上鏈的機芯 這個機芯最大的好處就是有80小時的動力儲備 三天有多的 非常之實用 那個平衡油絲就是用一種特別的高科技的物料 是令到它可以不受磁場所影響的 這碗錶是配上一個藍色的NATO 的植物的錶帶 都挺運動的感覺 提供一個瑞士的碗錶 瑞士的機芯 也是一種專業的潛水錶 這個價錢我自己覺得是非常合理 和性價比是很高的 第三隻Citizen 我第一次講Citizen的碗錶 我第一次見到這個碗錶 我覺得很漂亮 Pro Master Mechanical Diver 200m 亦可以防水200米 我覺得整體來說這個設計是很時尚的 所有的時錶和指針 我覺得都是給別人有一種專業的形象 加上它亦放了大量的Superluminova 在那些碗錶上面 所以它那個夜光的效果也是很強的 話說在1983年的時候 在澳洲某一個海灘 有人就找到一隻Citizen的潛水錶 這個潛水錶是1977年出廠的 距離找到的時間大概是六年 碗錶已經完全浸在海水裏面 以及生滿了藤湖 但是當人們找到這一碗錶的時候 它仍然是在一個正常運作的狀態 所以可以讓我們看到 Citizen其實在做碗錶的防水 那個功夫是非常之度假 用一種叫做Super titanium的物料去做 Super titanium是Citizen獨有的一種物料 它是用了一種叫Durotech的技巧 令到泰金屬強化 令到它的表面更加不容易刮花 更加堅硬 它有兩種的表面的選擇 是藍色或是黑色 用一個Citizen自己 in-house製作的自動上鏈機械機身 有42小時的動力儲備 亦都是防持的 可以抵受200Ghz的磁力影響 至於錶鏈方面 可以是Titanium的錶鏈 或是橡膠的錶鏈 價錢未有 因為這隻是2022年的新錶 第四隻是Doxa的SUB300 Carbon COSC Doxa這個品牌可能很多朋友都未必會認識 原來Doxa是其中一個最早出潛水錶的品牌 它在上世紀的60年代的時候 已經出了300米的潛水錶 當然潛水錶是兩大品牌 第一是努力士 第二是Bond Park 但問題是這兩個品牌 它本身的潛水錶都是偏向luxury 即是它的價錢偏高 所以當時Doxa就是想要做一隻比較親民的價錢 但有專業的潛水效果的一隻碗錶 所以它就出了這隻SUB300碗錶 今次這個碗錶我們挑選了 大家眼看上去都會覺得它非常搶眼 有留意我們的節目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我是很喜歡五眼六色的碗錶 今次我選了這隻也是最搶眼的橙色 這款碗錶是有好幾種顏色的選擇 除了橙色之外還有黃色、黑色、銀色、海軍藍 以及蟲石綠色 即是Turquoise 整個錶殼本身是用一種Lightweight Forge Carbon 即是用高壓把碳纖維壓成錶殼的形狀 它的特性是輕 以及Claim比鋼更加強 整隻碗錶只有45克重 所以戴上手是輕如無物的 最主要一個特色是有兩個錶圈 外錶圈是深度 而內錶圈是分分鐘的顯示 在60年代的時候 美國的潛水圈裡 就是流行用一個叫做 No Decompression Dive Table 而這個No Decompression Dive Table 就是讓我們知道 你潛到多深 多長的時間之內 你就不需要去做這個減壓的動作 不過小秒針上面 就有一個很大的四方格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用來放多些夜光的物料 讓你在水體上 都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秒針動 機芯方面 就用一個 ETA 2824 自動上鏈機的機芯 也做了COSC 天文台認證 總共有十種不同的 橡膠錶帶的顏色選擇 碗錶定價是瑞士法郎 3790元 接合港幣是32,000元 32,000元是絕對不便宜的 但既然它是高科技的物料 Forge Carbon 做的標學 以及一個非常高規格的專業潛水標 這個價錢是合理的 第五款 Hamilton Khaki Navy Scuba Hamilton是一個很特別的品牌 它可能是出現得最多 在荷里活的電影裡的一個本標品牌 但它不是給錢做廣告 而是荷里活的道具師傅 特別喜歡用它 Hamilton是非常出色做一些 無論是上天、入海或在陸地上 它們都是做一些非常實用 以及很高規格的 今次這個Kaki Navy Scuba 它有兩種錶面的選擇 可以是藍色或是黑色 錶圈亦是配合錶盤 即錶面 所有時錶和指針 都有Super Lomanova Coating 這個是絕對不在話 單向旋轉 這個Case Bag 就是一個實心的Case Bag 因為Hit Hamilton 都是 Swatch Group 的成員 所以它亦都是用PowerMatic 80 自動上年機日機身 有80小時的動力儲備 碗錶是可以防水300米的 絕對是專業潛水的深度 它的定價是港幣8400元 相對來說也是一個比較親民的價錢 這碗錶本身的設計 不是一個很經驗的設計 但是它是一隻很實用 和是很四平八穩的一隻Tool Watch 這個價錢 我覺得是絕對可以列入考慮的 今個星期 講完頭五隻 我們選了來推薦給大家的 高性價比的潛水標 下個星期 我們會再講另外那五隻 今個星期一周表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啤酒